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我的莫格力男孩热度夺冠,杨子雀灵宣传,新剧将搭档肖战 日前,在上线5天之后,由杨子和马天宇主演的我的莫格力男孩热度成功登顶 力压沉晓的《陆战之王》,于正监制的《烈火英雄》和《山岳不知心底事》等作品 数据方面可以说是非常的喜人 虽然,和杨子另一部剧《亲爱的、热爱的》的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依然获得了很多观众的追捧,热度蹭蹭往上涨 另外,杨子的总裁造型,也成为很多网友热议的对象 最近,杨子和肖战合作的新剧《余生请多指教》发布多张海报 两位顶级流量联手,可以说也让很多观众非常期待 据悉,该剧由原著作者柏林石匠担任编剧,故事讲述了即将大四毕业的林之校 在毕业前夕跌落人生谷底,父亲患癌住院,不得已放弃外地的明起工作机会,和男朋友分手 所有对于爱情和未来,生活的美好想象都在这一刻破灭 恰好这时,父亲的主治医生故未走进了林之校的生活 爱情开始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不知道是爱情 两个都曾在爱情中受过伤,不相信爱情的人,开始一步一步相识 相知,相爱,有过怀疑和波澜,也有过误会和遭遇人生低谷 但两人在相爱的过程中,愈发感受到对方才是那个能够托付余生的那个人 在亲爱的,热爱的和我的莫格力男孩之后,杨子和肖战的合作能否擦除不一样的火花,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也期待杨子未来能够越来越好,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吧 02女心理师之后,杨子新聚将上映,男主是国民医生 女心理师之后,杨子新聚将上映,男主是国民医生杨子又新聚将上映 忍不住想到了杨子和肖战主演的余生请多指教,现在已经成了无数粉丝心 等了一晃三两年过去了,看到定档时间的消息,仍然是遥遥无期 忍不住想放弃这部剧,又听说关于这部剧的过审消息,那么离播出就不远了 据悉当时余生今年9月撤档之后,现在11月20号将上映 由于其他原因临时撤档 但芒果台放弃余生,把全部这部剧退了回去,目前播可能有腾讯视频独立的播出权,就意味着播出了 因为有两大顶刘氏杨子和肖战,一纸影视作品都备受外界期待 其实在2022年可能播出,官方公布最新代播剧没有看到余生多指教的名单 对于余生被撤档的消息,官方早就给出的撤档理由,两年期间,因为各种原因都没有播出 可能各大卫士考虑,近期没有适合的时间编排播出,依然没有合适的播出编排时间 除了杨子,另一个演员肖战,自从陈情令后,三年期间,一直有资源都不错 今年下半年以来,他不仅任敏玉谷遥,还和黄景于王牌部队 虽说两部戏拍摄杀青,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就会和大家见面了 毕竟已经过了宣传期,不过虽然有专属的直播活动,那就说明年余生全网都是爆火一片 期待肖战饰演国民帅气的医生,再次听到肖战余生里面的歌曲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谢谢大家